赵美妍到底为什么退出Blindpink是韩云圈的十大未解之名之一 明明她当年只需要再偶一年就可以等到Blindpink正式出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甘愿自己在YG五年的努力送至东流 坊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中说分云 一是说她觉得在YG出道无望不如另谋出路 二是不少人指责她在联系生时其谈恋爱被公司开除 三则是因为实力不够出道的资格 三种说法扎一看都各有各的道理 但哪个是证据确凿的真相 还需要从赵美妍加入YG说起 2010年赵美妍通过面试成为了YG旗下的领袭生 公司当时画了一个新女团的大饼 组合名叫Pickpunk也就是Blindpink的前身 据悉YG决定将其制作成9到10人的大型女团 而从早期放出的物料来看 赵美妍正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她与Blindpink等人还有不少合照 足以证明他们私下在一起练习过 组合从2012年开始预热 然而到了2013年公司突然变卦 将原本的出道计划搁置 并在不久后推出了男子组合Wayner 这样一来公司短时间内都不会有再推出新组合的计划 不少女练习生纷纷以血液和身体原因选择出走 随后YG发布公告称 如今女组合备选人员不超过5人 而赵美妍恰恰就是那5人之一 直到2015年5月 仍有粉丝在YG门前拍到赵美妍出入公司 但等到了7月 粉丝就只能看见剩余4人 赵美妍似乎从那时起便离开了公司 之后救了赵美妍英语痛公司 另习生正正心恋爱重重被开除的传闻 因为有人拍到他们曾同游日本 但这其实是一桩冤案 赵美妍游完日本的时候是在8月份 随时她已经离开YG一月有余 以素人的身份恋爱何来被开除一说呢 种种迹象 董表明赵美妍是在YG苦熬5年后 感到出道无望才选择离开 没想到会与第二年出道的Blackpink十字交臂 似乎是感觉可惜 赵美妍加入了CUBE与宋宇琦等人成团 延续自己的女团梦 但这一次运气同样没有眷顾她 凡是看过赵美妍舞台的人都在问 他们团的门面为什么不是她 而顺心了酱母的叶书华 这就不得不听一个心酸的事实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两个人都有老天爷少饭吃的美人底子 但成长轨迹大不相同 叶书华是中国台湾人 CUBE当时去台湾省选练习生时 一眼就看中了人群中闪闪发亮的叶书华 那时的她还没有荒飞自我 身材曼妙纤细 还有着傲人的冷白皮 站在人群中像个波冷渴的鸡蛋 只看一眼就如春风拂面 这样的代言清纯系美人 把吃惯了泡菜的韩国人民惨了 从国民初恋裴秀智 到国民妹妹哀忧 就能看出来 他们有多钟爱这一类的长相 所以叶书华早在临行生时期 就占据了公司高层行众的门面之位 但正所谓 华武百日红 裴朱炫金志秀这一类人偶系爱豆的出现 冲破了韩国人单一的审美 加上越来越多的浓延系美人抢占市场 等到了叶书华 他们突然出道后 反而是五官更深邃的赵美颜 让人一不堪言 这时的叶书华 想的不是如何让不同的美丽共存 而是在发面馒头的路上一冲到底 在去年的回归舞台上 他展示了不该属于女爱豆的健美大腿 让路人与粉丝统统大跌眼镜 俗话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尤其是两人还是所属同一组合 站在台上差距更加明显 不过 抱怨偶像不重中身材管理都是粉丝的事 两人之间的关系 丝毫没被这场逼美影响 有一次 一说华直播时 遇到一个黑粉说 他的脸上沾了丑像 赵美颜得知后 第一时间回怒了这位黑粉 还抱着了叶书华给予安慰 既然偶像都不接怀门面 配不配味这件事 粉丝也就不必再打动干戈了 赵美颜五代第一神颜的名号 是用智商画来得 这是来自韩全粉丝对他的调侃 在韩国近乎严格的 掌幼尊卑顺序中 赵美颜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股清流 如果你去字母站上 搜他的迷惑行为 那给你一天都看不完 哪怕他身为大姐拍MV时 能一球肝把补光板打烂 也无法逃离在队内 沦为团契的事实 上半路上 赵美颜想在镜头前 跟循虽真比个心 却创造了一幅名为 简爱的世界名画 而说到 这位队内外表 与性格反差最大的喜剧人 就不得不提 他独创的面世律动 意在完全不在乎 原本的舞蹈动作 只需用自信的表情 平定一切 至于羞耻 那是后来的事 赵美颜的迷糊性格 没少收到队友的嘲弄 一次美美地打拳 让在一旁的宋雨琪 无奈地蹦出一句国催 而在对我们兴奋的时候 赵美颜长成是 那个慢半拍的人 因此也没少创造 独自开朗的名场面 时间久落 粉丝纷纷好奇 赵美颜是什么科技公司 创造出来的AI吗 即使这边成员捉弄 也看不到他生气的样子 因此在他们直播的时候 粉丝最常提出的请求 就是你能生气给我吗 虽然这可能是赵美颜 偶像生涯里 听到过最奇怪的请求 但他还是完成了 从AI人偶 到暴躁老妹的这一蛻变 如果单看脸的话 很难想象 赵美颜实际 是有这般反差的铁憨憨 不过也正因如此 才让他打碎了 精致人偶的刻板印象 有鞋有肉的人 才共惹人爱不是吗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